大家好,欢迎收看美股EC Trade 节目 美股很多股票都强,但当然强得来 有些稳阵点,有些风险高点 有些可能升得急点,有些可能缓慢地平稳地上升 其实好视乎大家想要些什么 当然有些基本因素,好一点的股票 你可以大大注去买 有些可能没有基本因素,没那么稳固 但有升值潜力的话,都可以小注去买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下不同的股票 因为之前都说过,有些新的股票走出来 有些什么可以留意着呢 逐个逐个版块和大家讲下 大家也可以抄住那些数据 如果有兴趣,喜欢哪个类型的 就可以玩一下跟着 首先,我经常都说最稳定的 最强最强最强的支付系统版 快些信用卡股 这就是MasterCard 大家都知道我持续Visa Visa不特别说 但两只差不多 其实近年来说 MasterCard股价比Visa走得好些 好了 最近有个小小小小小小的股票 当然经常都说短期很高了 这些股票 但如果你给它少时间 你持续多数个月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可能 现在好像高一点 但如果你说持续多数个月之后 这个位置又变成一个平位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真的要选择什么股票呢 选择一些 公司是不断赚钱 越赚越多的股票 如果你想想 今天来说 什么是股票便宜 什么是股票贵 其实是按公司赚多少钱 即今天他可能赚这个钱 半年之后 一年之后 会赚多些 两年之后 三年之后 再赚多些 盈利不断提升的时候 股价就自然跟着上升 再详细看 其实现在 你会看 这个MasterCard 一路股价都好上 当然 你说最理想最理想 230多 240元 买到当然 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你就看到 去到通道顶的时候 可能我未必 那么进取 通道顶就是大概 265-270元 未必那么进取 但是有没有机会 下回250元 250元 未必一跌 那时候接到 但如果你真是中长线投资 250元 你看到 站得稳 上去的时候 有机会下一个 升浪会比今次更高 去到270元 280元 也不仅 但当然 275元 或265元 去追 短线 是会产生的 经常都说 最近股票 都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真是真是真是短线去买 不要买 如果你买得贵的话 你可能要坐一段时间 经常都是说 短线 比我贵一点 等它跌下来调整 站稳 向上去买 如果你有通道 有高低位 比较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容易 知道什么位置可以买 但这只股票 很好的 这只股票 Master Card 绝对值得大家留意 看着位置 大约给大家 好了 第二 PayPal PayPal 又是很强 很强 很强的 股票 这只股票 大概 如果你去到$108 $108 买到就OK 暂时来说 算是短期都贵贵的 但你说如果落得回来 站得稳 那就值得买 但当然 这又是一只很漂亮的股票 三只都OK 自己拿着 FISA OK Masker OK PayPal OK 其实整体 他们的业务上面 相当之稳妥 这股票 绝对值得留意 如果你真的忍不住 分断买 如果我完全没有股票 好像走掉了 但我都看好中长线前景 买了一注 跌下来 站得稳 再买第二注 这样会比较好 但中长线 如果你要持有长点 除非股债 我经常都可以加这个 除非股债 不是股债这股票会上 继续上 但是股债一定要避 股债就是什么 最好 最好 最稳定的股票 都会大跌 甚至包括 公用股 不要以为公用股不会跌 举个例子 香港的 中电 其实如果 去到很 厉害的股债 都会照下跌 股价 但这股票会下跌 再上来 所以你说 有股债出现的时候 什么都要走清 但没有股债的时候 这些这么漂亮的股票 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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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刚才说到公用股 给大家看 这是什么 Next Era 公用股 如果是优质那些 又是 又是 走势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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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位置买好 现价 又是贵 最近 美股其实 很厉害 很强 强到 每个都撞到通道顶 中短线来说 其实很多 都贵 你没有耐性 可以 抠一下 如果不是 你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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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你可以持有不同类型股票 但我会很建议是什么 你的仓位如果是两成左右 看下你的风险承受程度 公共资金大家都明白了 年纪大一些退休的人 多一些比重的公用股 年轻也好 两成的公用股对你的仓位的风险有好处 会顿一顿着的 是定海神针 这些公用股 其实很多时候都说 我很喜欢公用股 你懂一些优质公用股 其实它的股价都会涨 当然不会是涨得过快 但是市况转差的时候 亦都是这样说 它有机会市况转差的初期都会继续涨 会给你什么呢 可以给你赚着钱走 容易很多的时候 其实你的仓位的公用股 可以定住的 就是分散风险扶 Nexera NE有一只很漂亮的股票 好了 还有 有一只之前说过一些 关于 废物回收的一些股票 其实又是可以抑制 又是这么说 短线这只已经升得好 都挺贵的 这只是什么呢 Waste Management WN 如果你看到的话 它甚至比上升通道升得更贵 希望它能下降回来 不知道的 有时真的不知道的 但下降回来的时候 这些也好 但给大家看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原来美国 一些废物回收的一些业务的公司 其实是这几年做得很好 也都这么说 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 如果你真的捉紧这个趋势的时候 这些公司可以升很久 有一半的公用股 也不是完全公用股 但你讲回收的业务 这些东西 其实你会看到 这些股价 Waste Management 值得大家留意的一只股票 另外 有一只股票 我自己 有时都说 买股票 需不讲运气 某程度上都要 这只就是 震走了我赚不到钱 不是说蝕到去哪 震走了我自己追不回的一只股票 大家可以看看 你会不会跟这只股票夹一点 有时真的人夹人 你夹好这只股票 你容易赚钱 就是FISA 那些很夹我的 MASA卡 PayPal 那些相信大家都可以的 但有些股票 比较大一点 你会留意 Zoetis 这只做些什么 大家现在都知道 如果我们吃肉的话 猪、鸡、自养 这些禽畜的一些业务 你会知道 就是说这些农场 全部 就是很大量 很大量的动物 其实混在一起 可能一个 不是说真的 那么好的卫生环境的情况之下 可能養鸡、猪、牛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他们 集体病了 集体生病的时候 你可能就用一些抗生素 Zoetis 做了这件事 Zoetis 这家公司是什么呢 较符瑞的子公司 较符瑟之前买了它 它是做了动物抗生素 如果你说业务上说 就是说真的 如果大家都还能吃肉的 都需要吃肉、吃鸡、吃鸡 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抗生素的需求 会有很多的 Zoetis 这家公司做这个东西 股价来说,如果现价短期有少少贵 但如果下跌805元左右,又可以去买 比较长一点,由2014年打后,Dollar上升 一只很有前景的股票 Dollar General 是昨日米之前节目讲过的 这些叫做Dollar Shop,可以当是美国的12元店 又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有些时当的样子 有食物有得买,百货有得买 可能有少少日本城 现在香港日本城有食物买,可能多食物零食 Dollar Shop Dollar Shop在美国的业值很多都做得不错 当然,你去到饰体管理层 饰体管理层,饰不得买到Dollar Shop 因为始终一件事就是,你做生意 如果怎样可以吸引到顾客去买你 其中一件事,基本上这一招都没得走脱 就是便宜 如果你买的货品是便宜的话 其实很多客户就自然会走上来买你的产品 如果Dollar Shop可以做到的事就是什么 第一,它懂得Cut Cost 即是它开的店铺,它懂得怎样 开得便宜一点,装修不用那么豪 你如果开得便宜一点,入货,支点入 就是之前是很多内地的一些货品 但你看到中美贸易战明明在打的时候 它仍然这些股票仍然很漂亮 就是你告诉你 就是说有些公司,其实它很容易可以找到不同的 Source去代替 Dollar General,其中一间做得挺好的公司 另外就是,它这个策略是,如果你去大城镇,你不会看到Dollar Shop 大城镇或大商场 会是一些比较名牌一些,豪华一些的店铺 但Dollar Shop的意思,通常它是什么呢 是一些不太先进,不太发达的地区 会见到多一些的 可能一个不太美的城镇中间 有一些店铺 很便宜的under value,它就要租了 租金便宜,又不用怎么装修的时候 就在那里开业 它真是一个开业的成本 可能你入货 百多万就一间店铺 即是装修、租铺 百多万一间店铺 变成了百万港元 变成了开店不是那么难的时候 它是开很多店铺的纪念 你见到股价仍然上升的时候 你会看到美国其实 对Dollar Shop的需求挺好 这类型公司是什么呢 是特别的 类似我们经常说麦当劳那些 如果经济差,未必会影响它的生意 但是就是什么呢 如果这些东西买得便宜 其实经济差反而 那些人会拥去这些地方去买东西 所以你说 美国经济会很担心它转差 转差的话 可能初期这些股票还会升得多些 留意着 好了 麦当劳 有一只很喜欢股票 麦当劳值得说 麦当劳其实如果上年大家看新闻 它是卖了一些中港热武出去 卖了一半的中港热武出去给 内地公司 但是这间就是没有公司 麦当劳没有公司 麦当劳它之前 如果你看15年之前 141312 那段时间其实 是股价没有升到的 最主要的原因 当时上任的CEO 其实真是一般的 我经常都说 你真是看股票 你很知道CEO是 谁 你很知道CEO的水平 CEO有没有诚信 做得好吗 因为很多时候 你的公司的CEO好还是不好 会影响公司的 发展方向也好 盈利前景也好 各样各样东西都是 你会见过美国 在香港也是 如果你的CEO好 你可以把一只差的股票 起死回生 如果CEO不好 本来一家很漂亮 很漂亮的公司 都会被它拖垮 这间麦当劳就是 15年之前 CEO一般 一梅花的漂亮 CEO又上 麦当劳其实是一个 很大很大优势的 国际性的 饮食企业 最重要就是 你见到 他现在 开始行很多自动化的 东西 会令到他将来的成本 相对于他的同业 相对于竞争者 是越来越低的 当然 第一 就是他的scale 规模 够大 如果你想想 就是香港 麦当劳也好 其实他一个午餐 一个晚餐 其实他可以 卖得比同行 很便宜 他可以一直加价 但加价也好 别人加得比他 他仍然都是 便宜的时候 有竞争力 第二 就是 他的点餐 自助点餐 他的CEO都说 会提供很多不同不同类型的点餐服务 令到你更加快可以点餐 其实这件事 你见到 麦当劳在香港 都好 其中一家做得最先进的公司 即其他你见到 都开始有网上点餐 美国麦当劳做得好 信用卡 你又可以给好钱 应该是 伯德通 给好钱 麦当劳更加最重要的 就是 因为他客户的base 够大 很多客户的时候 更加就是 他可以用到大数据分析 即是怎样 他可以知道 我推出这个产品 做一个新的政策 做一个新的规矩的时候 会影响到生意多 他可以在一些小地区开始试验 试到的时候慢慢推大下去 慢慢来发现 麦当劳的策略 应该就会做到 给同业竞争者成熟 这只股票 又是这样说 未必未必未必 会升得最快 但如果你说稳定的话 我相信 以现阶段的情况 其实他真的升得很好 你不要特别坏消息 CEO其实现在做了这么好的时候 继续做 对的方向 继续走到OK 麦当劳其中一种 大家又是想稳定的 令到自己的仓位 可以减减风险的 等一等稳定的股票 都是可以考虑的 其中选择之一 现在跟大家说了很多公司 麦当劳给大家一个曲 MCD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 留意着这些股票 还有一些 选星期二、四 多我们美股EC trade节目 我们都会分享一下 不同的投资机会 有兴趣的朋友 留意着 到时同一时间再见 再来